再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 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在七一前夕遭到袭击之后 30号早上香港的免费报纸AM730的老板石永青 也遭到了两名暴徒的袭击 他在31号向本台表示 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感言作风 现年64岁的香港AM730老板石永青 30日临晨驾车途经望角时 被一辆汽车恶意截停 两名连约30岁的瘦身材男子 手持铁锤用力砸他的车厢玻璃 施永青说不知道预夕原因 但怀疑和撰写砖栏触某些人有关 但强调不会改变自己的作风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伟业 斥责梁振英上台之后 香港日趋暴力和黑道化 亚洲首富李嘉诚儿子李泽凯 星期三出席一个活动时 也表示对事件的忧虑 施永青曾多次撰文批评梁振英施政 今年7月7日还参加游行抗议地产那招 新唐人记者梁振在香港报导